伴随着当当当的敲打声和电锯的吱吱声 8月8日,记者在青海省公路局黄园公路段 见到了同事们口中的方万能 此时的他正在对扫路机进行改造 方万能本名方万品 是黄园公路段黄园公区公区长 他告诉记者,发明创造是他从小的爱好 上班了以后,能发明一些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工作强度,他非常欣慰 他所发明的扫路机,在青海省整个公路系统得到了普遍应用 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从平时工作中嘛,就是干的挺累的 想办法就是减轻劳动强度吧 就自己想办法做吧,慢慢做做做 现在做到,现在也发明了好几样 能减轻我们职工的,一线职工的劳动强度的 一些小部件小东西吧,扫路机啊这些 已经进入公路系统已经260多台吧 在同事和领导的眼中,只有高中学历的方万品 好动手,爱钻研,扑路的摊布机坏了 他拿个班子或是铁丝,螺丝修一下 就能把摊布机修好 他发明的产草机,使一线职工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他这个在工作上,一些小发明,小创作非常多 特别是在四公道中,一些直接突然间 一出鼓掌嘛,他就哪个班子嘛,或者是哪个铁丝嘛 螺丝嘛,少给个,就能把摊布机修好 小那么他发明了这个产草子,之前的楼面产草子的话 这种劳动强度大,还滚销不是那么太好 自从方万品发明了这个楼面产草子之后来 那么这些仙职工得到了非常大的实惠 可以就是把工作卡的销量,工作卡的资格量 平时我们叫方办长叫方万能 然后平常就是他发明这些扫布车 还有这些多功能照感,多功能这些车的灯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就等于说他这个车就对我们说 平常10个人要扫布车子,这一个车就够了现在 除了日常的养路工作 发明创造成了方万品最大的乐趣 为了做出一个模型,在工间一呆就是大半年 他说虽然很累,但是看到发明出来的工具 能派上用场就特别自豪 很努力吧,但还是有乐趣的 每天都有新鲜的,做出一些东西挺有自能 下一步我就打算改进一下我们的手楼机 现在因为环保,以前的手楼机就是扬成太大 会粉尘一带就是,就是能降低粉尘的环保性能 一种走路机,已经有设计图,设计给念了 基本上已经设计出来了,下面就是做吧 制作,实验做实验,可能到年底就差不多能够出来 截至目前,方万品已经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 还在2014年获得了交通运输部授予的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